大家都知道 奥迪品牌的车马上就会重新调整命名数字 逐渐过渡到单数代表燃油车 双数代表电动车 其实奥迪的这波操作不光是调整名字 更是在目前电车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 给自己一次产品更新 重装上阵的机会 而这次我们试驾的Q6一创 就是奥迪即将在国内上市的车型中 让我们最期待的那一台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其实是和保尔街马康 电动版同平台的车 像之前的电动车 比如说Q4一创 Q8一创 R4一创 GT 他们三个已经用了三个不同的平台 而这次用了奥迪的第四个平台 也就是奥迪跟保尔街联合开发的PPE平台 是他们的高端电动平台 在这个平台下 等于是车的电池容量 然后能量的控制 包括800V的架构 都是奥迪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技术 而我这次之所以远道而来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可以在西班牙北部的一条经典的山路中尽情驾驶 这不正是我们喜欢的场景吗 而这次和我同车的还有另一个伙伴 所以咱们开的是哪台车 SQ6一创 这个 SQ6和普通版本不同的是 它会晚一年在国内上市 也就是普通版本2025年上市 而S版本要2026年了 但它是以原装进口的方式引入 也就是不会加长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体验 这波原汁原味的性能吧 我在那个西班牙确实还没开过去 非常紧张 走 你挂挡了吗 靠左的对吧 在伴随着乔总优秀的驾驶手法的同时 能感觉到这台车的高速质感出奇的好 这种好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好 不像保日节各方面那么硬核 舒适静谧的同时 还能感觉到奥迪特有的组装调教之精密 在高速上的动力储备 高速弯路的稳定性 条条都没得说 具体的程序体验 大家可以在小乔的节目中看到更多一些 而接下来终于到了山路的路段 也到了我接手方向盘的时候了 哇 西班牙的路也不咋地啊 这个山路不是特别平 然后SQ6配的是气动悬挂 它对这个路的颠簸过滤的挺好的 车的侧情也不会很大 SQ6所使用的应当也是PPE平台上的 双枪双法空气悬挂 但是目前德国官方并没有给确认的具体信息 这条悬挂在舒适和运动之间有很大的调节空间 硬件配置可以说是直逼马康EV 在舒适模式下 这种小电波的山路上 悬挂的拉伸非常的自如 车身也同时非常的稳定 我们现在调到这个直接调到Dynamic吧 可以 这避震它整体就会变得很敏感 车会很贴地 给你的反馈也变多了 所以你开的时候心里会 其实会更有底一些 调整动态模式之后呢 我也毫不客气地把车在山路上更快地驾驶了一下 对于一台SUV来说 这部车的底盘还是有惊讶到我的 它首先给了你非常丰富的路感 但这每一份传递到你座椅上的路感 又是极其舒适的 我坐在坐下我感受也很好 是吗 因为就像你说的那个路其实不太好 就是它一直会有各种起伏 而且大大小小的 但是你一直感觉那个车还是贴地的 而且像是旧弯速啊 包括你开的还是比较激进 你都可以听到轮胎的出现小叫 但是整个车的动态 我觉得给我一种特别平稳跟安心的感觉 而且像是我刚才 我一下拿手机的时候 我还尝试说要不要手扶一下这个 扶了一下 好像也不需要手就放下来了 其实小乔的感觉呢 就是来自于这台车 它的避震器支撑力度非常强的同时 又仍然能保持舒适度 确实在这台车内的时候 即便我已经把弯速提得很高了 体感上它的侧颈还是极其微小的 而座椅的材料和支撑都很运动 整台车又非常稀地 所以就会有一种体验 很愉悦的过弯感受 就是你一旦把车开到极限 因为可能大家99%用不到那个工况 但是最后剩的那1%或者说5% 它就会凸显出这个东西调校的底蕴跟实力 确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大家不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像你刚才这样子开 我坐在副驾 它虽然会激进一点 但是伤心悦目 转向的感觉也挺舒适的 车头其实不像是一个快2吨钟的车的这种动态反馈 就是你拐弯的时候 它挺爱入弯的这个车头 这个车的转向其实是它有一个动态的转向比 就是你转弯的时候打到一定程度 它的车头会更愿意往里进 所以你开这种弯的话 基本上把方法满打到90度的时候都不是很多 但这种渐进的转向比 实际上在山路激烈驾驶当中 让我有一些不适应 当你按照弯道收紧的节奏去转方向时 总会觉得好像转大了要收一下 这个配置增加了日常掉头的便利性 但是山路驾驶的时候如果能够关掉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它的动能回收有220千瓦 比普通的车要高一些 刚开始踩刹车的时候 它是用后轮的电机先去进行能量回收 因为后轮电机的瓦数比较大 然后你再重踩一点的话 前轮电机会加入动能回收 再重踩的时候 前轮的机械卡团会加入制动 就真的踩到底 甚至踩到EBS都出来的时候 就是四轮前后轴的动能回收 加上前后轴的机械卡团一起刹 所以它是一套还比较复杂的系统 但是踩的时候 几乎感觉不出来 还挺线性挺舒适的这个刹车 因为传统的豪华品牌 它们对豪华的定义里边细节特别多 就是从这个车 比如它的线条设计 它的那些面和线的光影的衔接 甚至到我们就你刚刚说的这个 你调到最硬的模式 在路上给你的质感的反馈 我的这些传统企业 它们可能造一台车比较慢 或者你觉得它们的技术发展的没有那么快 但它们考虑的事特别多 所以它会觉得有没有给你这种感受 有没有给你好的这种感受和体验 或者说不同路况上面 这些东西能不能达到一致 但是这个好像也有一部分买车的朋友不太关心 而且其实我坐在这台车上 我感觉这台 我觉得它更多的不是给我一种刺激的感觉 而是丝滑 但它更多的是享受 我会有时间去抽空看一下你的操作 看一下这个弯 看一下弯外面山的风景 我觉得它整个动力 它整个转向 整个包括车车的动态 都给人一种安心感 所以你才有多余的这种精力 去注意到别的东西 一点是因为这个车做得好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驾驶员的水准 相当不高 就是在西班牙北部的边坠小城 这个城市来讲 一定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在完成了整个试驾体验之后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这台车的整个驾驶感受 在当今这个时代又重新诠释了高级感这个词 保留了传统意义上性能车应有的一切驾驶能力之上 将高级感和行驶质感拉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虽然SQ6这台车会在后年 也就是说2026年才会引入到原装进口的身份 引入到国内市场 但我觉得它一定不是一台便宜的车 因为今天一下午的在这个山路上面相对激进的驾驶 它给我的那种支撑的感觉 动态的丝滑性 还有那种质感 绝对不是一个靠低廉的价格 你能够获得能够得到的技术 但价格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完全无解 就是在明年即将上市的Q6LE创 同样来自于PPE平台 但是会在今年即将竣工的长春工厂生产 而据非官方确定的消息 这台车还会和华为合作智能 智驾部分的软件和硬件 这么看来 德国原汁原味的高性能底盘调校 加上国产 同样也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化技术 这台Q6LE创的产品力和性价比 绝对是拉满的节奏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